我叫卓君 我的家乡在广西南宁市的一个小山村 这里最大的财富就是一望无际的稻田 我曾经最大的乐趣就是随着鸡鸭和牛羊的叫声在田埗上奔跑 直到有一天 我看见了Michael 在村里 没有人理解什么是舞蹈 而我也只不过是一只跳舞的猴子 所有人都在嘲笑我 我卫是围村里最怪异的人 你猴子你还想跳舞 我想中拳去吧 梦想要怎样才能被别人看到 我叫土耳君 我的家乡在广西南宁市的一个小山村 这里最大的财富就是一望无际的稻田 我曾经最大的乐趣 就是随着鸡鸭和牛羊的叫声 在田培上奔跑 直到有一天 我看见了Michael 我看见了Michael 我叫卓军 我的家乡在广西南宁市的一个小山村 这里最大的财富就是一望无际的稻田 我曾经最大的乐趣就是随着鸡鸭和牛羊的叫声 在田培上奔跑 迟到有一天 我看见了Michael 我看见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